乐队演奏中俄两国国歌 俄罗斯总统普丁21号 在大克里姆林宫为到访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紧接着两人进入会议室 举行小范围会谈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两人讨论了双边关系 国际局势和乌克兰问题 之后两人还会进入扩大会谈 在签书文件发表声明 最后举行国宴 而在会见普丁前 习近平则事先见了 俄国总理米苏斯金 两人同样举行了双边会议 除了邀请米苏斯金访中 习近平还证实 他也邀请普丁在今年内 到访中国 虽然普习会第二天才进入重头戏 但身为东道主的普丁 早在前一天就亲自接见习近平 高兴能够应你之约再一次访问俄罗斯 并且是在我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的首访 首访国家 普丁讲话不时露出难得的笑容 习近平也微笑点头回应 两人少了排场互相送暖 在乌恶战争紧张时刻 大秀两国兄弟情 但美国白宫则对此冷眼旁观 两人抱团取暖的背后 也被看出各怀鬼胎 特别是习近平想借普习会 扮演乌俄和世老 但乌克兰当局强调 中国提出的方案要实现 大前提就是俄国投降或撤军 而在乌俄谁也不让谁的情况下 中国有多少斡旋空间也令人怀疑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